想再来问一下 就是可能发展已经有段时间了 但我差不多就这一年很明确的感受 就是在新闻当中看到这种 在演习的时候或在战争状态 无人机的角色是越来越频繁的出现 越来越重要 所以现在看战争 现在看武器应该有一些新的打法 或新的技术 跟我们以前理解是不大一样的吗 对当然 我觉得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出现 的确是给战场的这个样貌 产生了一个决定性的变化 决定性 真的决定性的变化 第一次让世人感受到这个强烈感受 其实还不是这次的俄乌冲突 当然你要讲整个 无人机在这个军事作战上运用的历史 你可能可以从1960年代开始讲起 这么久以前就可以了 甚至于你说在二战的时候 就有这种无人机的这样一个概念 对 只是当时的科技还不足以支撑 让它今天能够做到事 那你说第一个让我感受到冲击非常大的 是这个应该是2020年的双亚战争 就是亚美尼亚跟亚赛拜仁的军事冲突 那个军事冲突里面 亚赛拜仁就用到了大量的无人机去攻击亚美尼亚 当时其实以军事硬实力来说 亚美尼亚是强过亚赛拜仁 但是亚赛拜仁用了这样的大量无人机 反而对亚美尼亚算是反击成功 所以当时大家就注意到了 这个无人机在战场上的 这样一个可能的运用跟变化 另外一个就是之前 当美国撤出伊拉克 把这个伊拉克交还给伊拉克政府之后 那时候产生一个什么叫伊斯兰国 不知道大家他们印象 伊斯兰国那时候开始之后 其实你知道吗 双方也就开始在运用无人机 等于说运用无人机 对这种传统武器所产生的这样的冲击 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伊斯兰国他们弄了一个 那种大疆的那种四轴的那种无人机 底下带了一个枪榴弹 然后飞到一台伊拉克政府军的M1坦克 就是我们马上接收的M1坦克 那个车长就露在外面 然后飞到上面之后 他就把那个枪榴弹 后面还很有趣绑一个羽毛球你知道吗 绑羽毛球 因为羽毛球可以控制他的方向 不会乱飘 所以他一丢那个羽毛球 带着那个小榴弹 就朝那个战车车顶上 刚好就掉到那个战车长的旁边 蹦一炸 因为那个四铃枪榴弹一炸 就跟一个手榴弹一样 然后那个蹦一下之后 对不对 你就看到那个车长整个就软掉 然后就滑到车子里面去了 所以我就想到 未来这个无人机还可以干这样的事情 我那时候看到那样的镜头 在伊斯兰国那个时候看到这个东西 你就觉得这东西未来很有发展性 再相当其实大概因为 我们做这个军事的这个采访 大概大陆的这个重要的航展 像2016年的珠海 一八鸟都去过 其实我那时候看到他们的无人机 我回来其实真的是吓一跳 为什么吓一跳 就首先比如说 像过去美国在开发无人机的这样的阶段 它其实美国大量使用无人机 是在大概中东 或是哪里的反恐战场上 当然甚至在2010年那一前后 还有很大就是说 对美国使用无人机 带来的这种叫附带损害的那种 那个就是所谓的这样一个 那个讨论跟那个算是反思 但是不可否认的 就是美国它当时开发这种 所谓的攻击型无人机 就最早他们无人机侦查的 它前面有一个很强的EO 那个跟那个 夜镜头是不是 就是所谓的电子光学 跟红外线镜头 它比如说在空中看到你 可能是一万英尺高 就三四千公尺高 看到你哦 然后把你的那个脸拍下来 下加入 然后他把资料里面下加入的照片拿出来 对 8%我说好 你就是我要打的目标 一开始可能最早美军是用号召空袭 所以我无人机看到了 辨证确定了 我叫一架这个 载了这个炸弹的这个卡车过来 丢个那个给你 后来发现 搞不好这要15 20分钟 你人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所以那时候美国人就开发了说 我这种无人机上面挂了一个地狱火 我确定是你的 我这个地狱火箭就直接炸 就把你炸掉 效果很好 但是这种是所谓这种国家等级的这种 无人机作战 像现在的发展到的这个情况 如果说你在这种单兵作战 或者这种前线这种 因为以无人机来说 必须要说 它其实会分成不同的level 有不同的这个应对解决方案 有这种大型的 对这种战区整个做这种战场战略性监控的 有 那个一飞 可以飞30个小时 翅膀拉开 跟这一架波音737一样大的 那个美国一个全球之鹰 可以在空中飞30个小时 对 那另外也有像那个 大概差不多跟一架战斗机大小 约略好像稍微小一点 我们马上要跟美国接收了一个叫做MQ-9B 它也可以在海峡上空飞个20个小时 底下挂一个雷达 然后去看你那个有什么动态 可以飞个20个小时 但是我刚刚讲 中国大陆的这个就从大到小 它通通有像 比如它什么翼龙 翼龙1 2 3 4 5 那飞机的大小就从小到大 然后你可能应对这种小型的 这个班牌 或者那个牌跟联这种作战 你用小型的翼龙1 然后那个联营的 你用翼龙2 然后那个旅集的 你用翼龙3这种等级 我刚刚一直觉得 可能用这样做那个比喻 它因为飞机会越来越大 戴着武器会越来越多 那现在更新的变化是 比如像俄乌战场上 就用这种很小型的四轴的 我刚讲反而就回到像 当初那个伊拉克 应对伊斯兰国说 伊斯兰国弄的 弄个大疆四轴的 底下挂一个这个榴弹 然后飞过去的时候 我上面有那个观测头 我可以看到 是我要观测的目标 对对对 然后我飞到头上 我就空一个 很简单 我就把这个榴弹释放掉下去 现在其实在伊拉克 那个在那个俄乌战场上 大概主流就是这种东西 那它这种东西 可能是一个多轴的 这个小的这个无人机 而且它更多是自杀性质的 那种自杀性质很便宜啊 一个可能搞不好几千胜具 一万多美金就可以搞定了 然后就可以炸掉你一台坦克 甚至炸掉好几个人 对对对对 那这个时候你产生的这个成本的 这个情况就变得一个 非常不对等性 但是当然也必须要说 如果说今天对岸跟台湾 要用那对岸能够对台湾 用到这个等级的 或是我们台湾跟对岸 要用到这个等级的这个无人机 就我们讲战场上相互 互相攻击来攻击 这种自杀性无人机的话 大概也要等到对岸登陆以后 等于说它也要在台湾 这个海岸建立一个 那个足够 这个它这个登陆的这个摊头堡 然后这个时候它才会让它的这个 人员有大量的这种 小型的无人机进来 因为这个东西有个特色就是 它的距离不可能太远 大概几公里而已 所以你要说 台湾如果说假设说跟大陆 发生这个军事冲突的话 一开始就会面对这种东西 也不现实 为什么 因为它的操控距离很短 它一定要可能要近立到 那个台湾 甚至于可能在台湾西北部 占领了一大块阵地以后 那这时候它往前进攻的时候 一步一步由它的前线的这些人员 操作这种小型的自杀无人机 对我们的阵地发动攻击 那同样的 你有这个我也有 而且从现在大陆 它想要这个速战速决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如果要对台湾 进行这种所谓北京眼中的 国家统一战争 它大概最好的方式 就是在台北港 然后挖子尾沙伦这一块 就做一个强攻登陆 然后沿着淡水河的两岸 或是观音山的南边 进到台北市 把台湾的首都迅速的压制以后 那这个时候台湾各地的这个抵抗 慢慢就会结束 台北市最重要 对对对 所以它未来 但是如果今天是这样 那对于这个北台湾淡水河沿线 大概它的伤害会是 或者说整个后面 整个台北市区的这个伤害 它的伤害会是非常大的 你家还好 你家在内存 你家比较远一点 你家比较远一点 对对对 我就比较惨 我就要在淡水 我是Lulu 夏家璐 带您听那些看不到的故事 快上Pakai搜寻 新闻幕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